继续来关心高雄再度爆出有人特权施打疫苗吗 这是市议员的参选人黄真林爆料前立委张显耀 上月底曾经到义达医院去打AZ疫苗 而院方也坦诚确有此事 并表示因为他协助医院采购防疫物资 经常进出医院 所以被列入了高风险非医事人员的名单当中 才让他优先施打 讽刺的是张显耀日前才抨击 接种日本捐赠AZ疫苗的台湾人 是疫苗乞丐 但如今他打的也是AZ疫苗 是不是有违规插队的情形 卫生局也已介入调查 高雄前阵子才刚爆出前立委黄昭顺 在义达医院特权打疫苗 如今又传出有前立委张显耀 也来到这里施打AZ疫苗 他是在5月28号的时候 到义达的燕草总院 到那边去施打疫苗 那这是有民众爆料让我知道 张显耀先生又在脸书一直在抨击 打AZ疫苗的人是所谓的疫苗乞丐 或疫苗难民 高雄市议员参选人黄真凌 在脸书痛皮 前国民党立委张显耀 自己偷打AZ疫苗 还嘲笑打AZ疫苗的台湾人 是疫苗乞丐 跟落下狠话 有种就不要打第二剂 其实我讲真的 张显耀真的是口弦体正直 截至目前为止 我知道张显耀先生 到现在都还没有出面 对这件事情 向社会大众道歉 跟方赐的是 在事情爆发前九个小时 张显耀还在脸书炮轰 驻着代表谢长廷 把捐赠疫苗功劳 往自己身上揽 如果真的为台湾好 就请日本捐赠BNT 或是莫德纳疫苗 因为台湾不减 日本不要的AZ 这篇文底下留言被灌爆 有网友表示 来超胜疫苗乞丐 请问令尾AZ疫苗的副作用 打不大 刚好就是日本人说的 口弦体正直 是不公平啊 可是我们也无可奈何啊 不应该有特权打疫苗这件事情 目前卫生局已经介入调查 先前国民党立委黄昭顺 插队打疫苗 才脑得沸沸扬扬 这回又传出有人耍特权 目前卫生局已经介入调查 如果违规属实将会重罚 接着陈渊庄继维高雄长报道